好 我们看到中国人权的状况堪忧 中国建三江当局非法庭审四名法轮功学员 又非法剥夺八名律师的辩护权 案件的最新进展是 多位代理律师从这个礼拜开始 已经向当地机构展开大规模的投诉控告 并且举派抗议 黑龙江建三江当局在不通知家属律师的情况下 8号对非法关押的王彦新等四名法轮功学员秘密开庭 当天8名代理律师发出公开抗议书 代理律师王宇和张维玉还在建三江相关机构前 打出了我要辩护权的横幅 19号 代理律师张维玉和刘连赫 前往姜姆斯开守所要求会见当事人 但是开守所以建三江法院发函不准会见为由 拒绝了律师们的要求 随后 律师们前往姜姆斯检察院进行上告与投诉 20号 张维玉律师又和从北京赶来的陈志勇律师 一起到黑龙江检察院、农肯分院控身处 还向省高级法院、省检察院控身处控告 农肯检察分院、农肯法院递交了有关控告材料 最后一站 律师们去了省人大 21号 另一名代理律师王宇继续前往看守所 要求会见当事人 秘密开庭至今已经十多天 张维玉律师认为此案本身立案就很荒唐 过程中又存在多处违法 几名当事的法轮功学员是去黑龙江法治教育基地交涉 希望释放被非法关押的公民 过程中只是喊口号 就被定性为扰乱社会管理秩序 尽管当局高调强调依法治国 但张维玉律师表示 建三江地方上、上面说一套 底下另做一套的违法情况 是大陆一个缩影 新唐人记者田静建明采访报道